你好,我們是香港尼寶春聯合世界書院的PH01 我們今天要介紹給你的營製品是熱加冷等於電 我們就打算用雪櫃後面散熱的這個情況 去將這個熱能量轉化為電力 就可以將電力用在一些比較實際的方面 我們怎樣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就是用一個叫佩爾貼的東西 其實它叫佩爾貼的原因是因為它英文叫Peltier Town 它中文的全名其實是半導體制冷片 當你在一邊放一些熱的東西 而另一邊把它弄冷的話 這個佩爾貼就可以用溫差把它轉化為電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電去整理一盞燈 或者未來可能可以插回電話或者怎樣的 基本上我們只不過需要將佩爾貼的需要接觸熱的那面 就貼在雪櫃底裡 因為雪櫃在這裡就會比較熱的 因為這條管是用來散熱的 所以當一塊東西貼在那裡的時候 就可以有電力出來 但是我們怕的就是它冬的那面會 因為全熱的關係都會熱 那如果冬的那面都熱了的話 那溫差就會小 所以我們要將那個冬的那面 貼在一個這樣的散熱器上面 那冬的那邊也都不會太熱了 那因此溫差就可以大一點 就可以弄一些電池出來 大家好,我們是PH02來自補血會上至英文書院 我們今次參展的澱粉就叫做浪衣摩天輪 那我們設計這件澱粉的原因 就是因為近年來我們看到有很多不少的家居意外 是因為人們只用一些戶外的浪衣設備 而導致它們失足代流 於是我們就希望設計一樣可以令到人們很安全 而又方便地更快地可以將它們浪衣浪乾 那我們這個展品就是一個圓形的輪 在這個輪的兩邊就有不同的掛桿 就是浪衣用途的 它的用法就是你可以選定某一個特定的掛桿上來浪衣 然後你就把它轉到最高的位置才掛出去 這樣就可以在一個安全的高度和距離那裡浪衣 相比起舊式的戶外浪衣設備 就是要由這個用家去遷就這個浪衣架的位置 相比之下我們這個就會安全很多 因為是用浪衣架去走回用家的位置 那我們這個浪衣架是可以轉的 但是它就不用用這個電力 那那個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在這個輪的後面 就會裝作發條彈弓 那當這個用家朝著這個順時燈方向去轉這條彈弓的時候 那它就會朝著逆時燈的方向 釋放它的能量出來 那它就可以做到一個持久而緩慢的轉動 大家好,我們是荃灣觀立的同學 我們幾位同學就設計了這個全智能窗戶系統 來參加今次的聯校科展 這個全智能窗戶系統有幾個功能 第一,它有一個自動的摩打 那它可以在窗戶 那它可以令到用戶不用每次關窗 都要爬上窗台伸手出窗外關窗 只要按一個按鈕就可以很簡單地遙距 控制窗自動關上 另外我們會採用一個雨水探測器 將它放在窗外 當下雨的時候 探測器探測到下雨水 就會自動推動摩打關窗 就算住戶不在家 突然下雨 雨水都不會撇入屋內 最後我們想採用全視線鏡片的技術 將一桶變色染料加入這塊窗的玻璃 讓它在陽光和紫外光過分猛烈的時候 會變暗少少 令到室內的用戶不會受到過強的陽光滋擾 如果各位朋友想知道關於窗戶的東西 就歡迎來到聯校科展 來看一看我們的攤位 大家好 今天就會和你們介紹我們的BB Guidians BB Guidians 嬰兒安睡部 可能大家會覺得家對嬰兒來說 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其實不是的 因為BB很多時候睡覺的時候 是很大機會被被蓋住 阻礙他們呼吸 可能會令到他們窒息死亡 為了解決這個辦法 我們就有Baby Guidians 它裡面就是有這個 紅外線探測器去探測BB頭上面的紅外線 當有被蓋住BB頭的時候 我們Baby Guidians的紅外線探測器 就會觸發到我們的蜂鳴器響 蜂鳴器響當然可以通知到我們的家長 去即時發現他們的BB可能會有危險 我們的Baby Guidians很便宜 成本只有50至60元左右 又實用很實際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我們是PH05明基書院 多謝 我們是PH05的幽長書院 我們的研究就是 整個靜物窗簾 傳統的窗簾有很多的不可處 包括這個很容易積塵 而且會令到空氣不流通 而我們的研究就是 整個一款靜物窗簾 就是這一款 我們的作用就是 空氣波羅的證物 它能夠為我們 吸收了一些 空氣裡面的有含物質 也都從來 從而帶來一個 清新空氣的效果 也都可以做成遮光的效果 我們希望透過這一款 靜物窗簾 能夠為我們帶來 一個陸化我們的家居 和一個清新空氣的效果 如果對我們的BOOF有興趣的話 歡迎過來看看 大家好 我們是聖宮五 惡秀珍會督中學的參賽隊 我們是第八組 這個發明就是 叫神奇鼠屋 那其實這個是可以 一個取代冷氣機的 一個冷却系統 但是就是用水去做梅界 那我從小到大有一個夢想 就是中下一天 可以不用做冷氣機 直到今天 我們有了這個發明 我終於都可以達到 那大家都知道 你用少些冷氣機 自然會用少些電 也都會減少排放溫室氣體 那你就可以令到大家 更加橫毛 也都可以推動市民的 綠色生活習慣 那第二 你下天 下天 夏天 炎炎炎 那樣 非常之熱 那你呢 時刻要开耗超多個中冷氣 那那你到月底 那時把電費打 你看看 會倒抽一口涼氣 為甚麼呢 因為實在太貴了 那你用這個產品 就可以有效減少用電 也能幫你 荷包、省超多錢 大家好 我們是PH09參賽單位 東華三養 山海年總理中學 我们的发明版评称为无障碍宝盘 简称为barrier free bottom 这个宝盘主要是为盲人设计 因为我们看到盲人他们看不到水位 而且很难为婴儿去洗澡 我们发明这个宝盘有一个自动的测水位系统 当水位到到适中的程度之后 他就会拍摄声响去通知这个使用者水位是适中的 而且我们也都避免这个婴儿在洗澡的时候有陆身的危险 我们有一个自动的水温系统 当水温高于40度的时候 他就会拍出另一种声响 他通知这个使用者水温是过高 令到婴儿有更合适的环境去洗澡 而且我们也都符合这个浴布去托持这个婴儿 令到他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 也都有这个颈枕去防止这个婴儿在洗澡的时候受到碰撞 加上我们这里有一个自动的水位放水的系统 就能够令万人更容易去放这个水位 我们这个设计能够为婴儿提供一个更安全和更舒适的环境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参考 大家好 我们是PH11的东冲天主教学校 我们发明的这一样东西叫做舒适床 Comfortable bed 为了解决都市人平时在一天工作之后 因为过于忙碌而难以好好地休息 以及在寒冷的气候睡眠质素受到影响的问题 我们就设计了这一张床 这张床有两大特点 第一 它有以压力装置体动的按摩系统 这个按摩系统会集中人体穴位去进行按摩 以舒缓睡眠者疲劳的肌肉 第二 它这个床有温热装置 可以保证睡眠的人 即使是在寒冷的气候都可以获得好的休息 不需要被炸低的气温影响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多谢 大家好 我们是PX12 盛马河中学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天气非常之潮湿 令到毛裙非常之容易在家里的天花板 长或者不同的角落滋身 有见及此 我们就研发了这支除毛拖把 这支拖把上面搭载了我们透过实验 找出有效益製毛裙生长的清洁剂 而且这支拖把上面安装了摩打 和一支可以伸松的棍 可以很方便大家清洁家里 在家里不同地方滋身的毛裙 也可以有效地抑制它们 不要在短时间里再滋身 非常之方便 有效 而且它只需要用几粒干性的电池 普通我们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的电池 就可以令到整个机器运作 非常之方便 我们很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PX12 参观了解更多我们的甜品 多谢 不知你们有没有试过 回收的时候要拿着这些胶瓶 拿着这些铝罐 搭电梯下楼再放回收桶 那么麻烦呢 其实现在不用了 因为我们已经发明了这个 环保垃圾分类回收系统 只要我们留在家里面 把垃圾放在这个系统 我们就可以做到自动分类的功能 如果你想知道 我们究竟怎样可以将垃圾分类 就请过来 我们这个PH13 圣保罗书院 支持我们 大家好 我们是摊位14 来自家乐萨圣圣书院的学生 相信大家有看过 宣传里面都知道 花川教授为我们设计了一套 全方位火警逃生指引系统 想知道教授的系统是关于什么 就快点过来参观我们的摊位 到时我们还有Gina为你介绍 还可以亲身示范这个模特 大家好我们是PA15得望学校的同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没有算用家里的位置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天花板你都可以用来浪衫和在野呢 我们的发明品 飞天360 Hanger 360 可以完全切合你的需要 360 就是指这个发明品 可以全天后 全角度 照顾用家的需要 就好像圆形那样 有360度 可以承载不同的物件 我们这个发明的主要对象 是社会上的各界人士 尤其是老人家和残障人士 我们这个发明的概念 主要是透过增加家里的可用空间 从而提升我们的生活素质 我们的发明有三个特点 第一 操作简单 第二 灵活实用 第三 价钱批移 我们的发明品有两个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我们的模型 欢迎来到15号餐位了解更多 我们是PH15德博学校 我们是PH15德博学校 We are PH15 Good Hope School Thank you 大家好 我们是圣公会礼品中学 PH16 我们的作品名叫做 识食管家 想不想随时随时都可以用 电脑 平板电脑 或者手机 知道自己家的雪櫃里面有些什么食物呢 上 那大家想不想知道自己家里面的食物 何时会过期呢 上 那大家想不想知道今晚可以吃些什么呢 上 事不宜迟 那快点来我们圣公会礼品中学 PH16这个摊位看看吧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比利洛士理事中学的PH17 不知道大家没有发现 每次冲热水浪的时候 在热水出来之前 都会有一些未热的水慢慢地流失呢 其实这个也是对地球宝贵的资源 的一大浪费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就对现时的加鸡热水炉进行改装 添上一些简单的装置 包括电池服 自动调温器 T字型的抽泪管 和一个储水箱 暂时储起一些未够液的水 等到水去到合适的温度 这些储水才会被抽出来被使用 用了我们这个装置 一个四人家庭 每年可以省下 多过3500公升的水 也都可以省下不少的水费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PH17 给你螺丝类子中学 典类汇聚窝药 大家好 我们是何文田公立中学的学生 我们作品的主题就是 醒目家居 一是舒适和温暖的地方 为了领域家居更加方便 我们就设计了 紫外光杀菌鞋柜 和智能风扇 这个就是我们的 紫外光杀菌鞋柜 这个鞋柜的主要功能 就是杀面鞋的细菌 经过我们一系列的科学实验 证明了鞋柜里面的25W UVC 灯管 可以在2小时之内杀灭细菌 而UVC灯管和鞋架的距离就是13cm 另外 为了完善这个鞋柜 我们也在鞋柜里面 摆放了无水氯化钙和活性炭 活性炭可以吸二味 而无水氯化钙就可以吸收鞋柜里面的水分 阻止细菌繁殖 这个是我们设计的自动风扇 这个风扇是透过 燃敏电阻感染室内的温度 而去改变电阻的大小 现在的室温是28度 而电流就是大约34M 当温度上升 风出就会自动加快 那我们就会感觉凉些 当温度下降 风出就会自动减慢 那我们就不用自己去教了 以上就是我们的产品了 希望大家支持和投票 我们是PH19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福建中学小西湾的参赛队伍 我们的项目名叫做智能家居系统 我们设计这个作品的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为大家提供一个更加安全 更加环保和更加方便的家居环境 大家是不是很想快点了解多些详情呢 那快点来PH20 记得是PH20 看完之后记得为我们投票 多谢大家 大家好 我们是似有英文学校的代表 我们的产品叫做五行枪 意思就是有五种功能的枪 我们制作这件产品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为大家提供一个更加安全 更加舒适的环境 先派个彩蛋给大家 我们平时在家里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没错了 就是你下雨的时候忘记关枪 我们的枪可以在你下雨的时候自己关掉它 那就可以避免下雨的时候弄湿房子的问题 那想知道我们五行枪另外四种功能 那就不要错过我们PH21的产品 我重复一次是PH21 多谢各位 我们是PH23 旅国开评商会中学 我们这个锁叫做多组合逻辑数 大家可能在市面上面 会看到一些智能 可能会用指模的方式去开门 我们这个锁就在这条锁匙上面 转了三个洞 是加了三个绝元体进去 一个组合就会经过测试 才可以开到这条门 那就是这个三个点的锁匙 就好像开这个所谓指纹的存在 当锁匙插过这个测试区域的时候 就会插到锁区那里 而顺势做这个测试的 那在做测试的时候呢 就可以分辨到这条锁匙 是不是真的属于这个所谓锁匙 如果这条锁匙是错的话呢 这个风鸣器就会像这样而响 所以我们就可以防止到 屋里面的人租人爆洩 从而保障到屋里面的家居安全 那另外呢 因为有这条闸门的关系 如果有人用撞试的方式去企图开门的话 这个闸门都会把锁匙卡住 令到这个锁匙转动不了 从而保障到屋里面的家居安全 你有没有试过煮食的时候 不记得关火呢 你知不知道单人在2012年 就有超过1600宗的家居火灾 是由不小心煮食而引起的呢 为了你的安全 今年PH24诚意推出 全能电磁炉防火系统ASFP 熄干水之前自动熄火 十十岁啦 再配合我们的炉面转换器 几乎所有可以在你家找到的煮食器名 都可以在电磁炉上使用 觉得很新奇 想知道为什么 走多几步来PH24 我们绝对乐意为你解答 各位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性格室书院的学生 这个作品叫做《随心所控》 这个名叫《Telekinesis》 这个作品的好处就是可以控制 家里面任何一样东西 任何一样电器的开关 由电风扇 到灯 到冷气机 我们都可以一一控制的 无论你在家里 还是在外面 在外面 只要打电话号码 你就可以控制到家里任何一样电器 很方便 除了控制电器的开关之外 我们也有感应器 例如像温度感应器那样 那些感应器 就可以感应到电器 会不会有过疑的情况 如果有过疑的情况 他们会传输一些信息给我们用家 那用家就可以立即打电话 关掉电器 那就可以令到我们安全 更加受到保障 其实除了温度感应器之外 我们也有其他感应器 如果你有兴趣 请来我们这个性格室书院的餐位 来看看 我们是Pierce从性格室书院 多谢 家是每个人的避风港 我们个人独有的游戏场所 虽然是这样 这个消息的港湾 其实潜伏着不少的危险 现在的意外 最令人仿不胜旁的就是火灾 知不知道一年有多少人 在家被火烧伤烧死 根据资料显示 一年大约有一万宗火警 造成六百多的死伤 在夜深 少少火光都可以扬成火灾 不想做下一次悲剧的主角 那可以怎样 晚上睡到打雷都不醒 火警钟响爆都没用 这个时候 我们当然需要一些 动感一点的产品 华英中学诚意推荐摇摇板 如果深夜发生火警的时候 可以及早警报 换醒熟睡的使用者 就可以给他们及早知道 把握时间 从而減轻火警的商网 支持我们啦 生命没有抵抗 生命没有抵抗 更加没有其他选择 你和我们华英中学神圣一票 我们在PH26等着你们 嗯 我想去厕所啊 不過厕所很骯髒 主人没有空回来和我清潔 哎不要紧要了 去先吧 嗯 很不舒服啊 好臭啊 咦 这一集那么骯髒呢 哇 你还在用这种厕所啊 现在出了一只全新的自动厕所 你一定要试一下啊 我们的产品呢 就叫Docky Potty 方便快刺 它是一个全自动的狗厕所来的 这样呢 主人呢 就无需要去清理这个厕所啦 那就可以令到 主人和狗狗都可以享受 一个很舒适的环境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 关于我们的产品的原理和详情的话呢 就不如来PH30 是PH30的 升公会立球球中学 看看啦 拜拜 Welcome to our booth We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Poll and Cook Nampolin College Our team has recently developed a device which we think will come in handy in the social community for citizens nowadays The device we've made is capable to make it an easier task for citizens to clean their windows more efficiently and now we will be showing you more about this device the name of this device is called the ultrasound window cleaner the ultrasound window cleaner will be your best friend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removing the water off the window especially in rainy days and the device is performed by using ultrasound generated by the ultrasound generator by this by this towel would not be used will not be needed anymore and the risks of window cleaner from falling off the streets will be minimized and that's basically the introduction of our device yeah thank you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是寧流行儀紀念中學 這個就是我們所發明的裝置 叫做智能超聲科家居兒同安全裝置 這個裝置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一些近距離看電視的小朋友 保護他們的眼睛 免得他們的眼睛受傷 假設我是一個小朋友 我進入這個特定的範圍的時候 那個微型處理器就會指定去偵測一下 這裏是不是有人 然後從而去觀察 他的畫面應該是開還是關 還有他每30會就會偵測一次 就是不會防止到那些小朋友 在那裡亂來亂走去玩這個裝置 另外這個裝置經過少少的改裝 可以保護到家裡的老人家 例如他們跌倒或者暈倒 也都可以即時有人可以照顧到他們 另外這個裝置的成本不超過80元 請大家支持我們 令藝恆夜紀念中學 GF30 那我們今天會講的產品就是這個安全拐杖 那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產品呢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香港人的不得疏鬆問題 越來越多 隨著人口老化 就越多老人家會有跌倒的危機 那我們這個安全拐杖就可以保護他們 去防止他們的跌倒 減少他們跌倒的傷害 那怎樣用的呢 就是當老人家跌倒的時候 他只需要按一下這個機制 那就會有一個機制可以令到 可以減少他對老人家的跌倒的傷害 想知道多些怎樣去保護老人家 快點來我們PX33 港大同學會書院的攤位看看 記得是PX33 多謝 medical 是PX33 全部夢中 是PX33 真數字幕 為撫不緊張 最後一集 我們拍攝